从昭和到平成 它是日本国民整体的象征 携手国民倡导和平 共度灾难 它是史上最亲民的天皇 送来日本皇室新宫 一起走进名人天皇的故宫生活 今日看世界 欧派家居集团特约之今日看世界 由欧派家居集团赞助播出 有家有爱有欧派 罗鼓声鞭炮声恭喜声 欢乐应该是全球各地华人此时此刻的关键词 对于华人来说春节是最为重要 也是最隆重的节日了 而中国的近邻日本 历史上也曾经以中国的春节作为日本的新年 明治维新之后 日本人的新年才改成了新历年的元旦 每年在新年众声敲响的前后 日本天皇一家都会在皇宫里面接受日本首相和权贵们的朝贺 而第二天 日本的普通民众也会来到皇宫 朝贺他们的天皇 聆听天皇的新年祝辞 新年名人天皇 新年祝辞在祝愿日本国民新年顺利 祈祷世界和平的同时 更对2011年日本的浩劫感到悲痛 希望灾后工作早日完成 2012年1月2日 日本名人天皇与皇后美之子 按照惯例出现在皇宫长河殿的阳台上 接受近8万来到皇宫的日本民众 每年一次的新年朝贺 当天皇一家向前来祝贺的民众挥手致意时 台下不断传来民众的欢呼声 名人天皇随后发表致辞 向森严严地震海啸中的死难者 以及辅导核灾的受害者致哀 希望灾区重建工作进展顺利 每位日本国民 今年的生活变得更好 每年新年的第二天 日本天皇居住的皇宫都会向国民开放 天皇等皇族会在那里 接受国民的新年祝福 这也是日本国民能够直接见到天皇 为数不多的机会 根据日本国宪法第一条的规定 天皇是日本国民整体的象征 日本国民統合的象征 东京都千代田区的千代田一号 是日本皇宫所在地 宪法制定的象征天皇 日常的工作和生活就在这里 每天早上 名人天皇和皇后总喜欢花上十分钟 步行从寓所到执行公务的宫殿 身边也简单的跟随着侍从 乙官和护卫官 宫殿表于座所内的局之间 就是名人天皇的办公室 天皇在这里审阅内阁城上的法律 条约等文书 然后在上面署名压印 这是天皇经内阁建议 并承认后行使的国事行为 接见外国新任大使 也是天皇行使的国事行为之一 天皇陛下接过大使转成的国书 交给身边的国务大臣 做成庄重严肃 每年在宫殿里举行的宫式活动 和各种典礼 读下两百字 业余时间 名人天皇最行于生物学 这所位于皇宫里的生物研究所 可以说是专为名人天皇设立的 名人天皇公武之鱼 一直致力于娱乐研究 专攻虾虎分类学 已经发表了三十多篇论文 已经发现了虾虎鱼的八个新品种 国际权威学术机构 甚至吸收他为会员 名人的这个爱好 已经深深影响到自己的孩子 每逢天气挺好的周末下午 乾皇和皇后 总喜欢换上精神的运动装 前去打网球 这个时候 名人天皇就喜欢自己亲自驾车 皇后坐在副驾驶 而侍从 护卫官等人就坐进后排座位 请不吝点赞订阅 大学时期的名人就快打网球 甚至聘请专业的教练 来指导自己 所以精神 名人天皇和皇后美智子 当年的邂逅 就源自一场网球比赛 在那场大学生的网球比赛上 名人恰好和美智子分在同一阵 球场上 名人使出浑身窃数 苦战两个多小时 但是面对顽强的美智子 最后还是摆下阵来 惨遭淘汰的名人 却被对面美丽的少女所征服 开始苦苦追求美智子 最后排除一切干扰 一起成婚 还创了日本皇室与平民通婚的先河 现在 美智子皇后因为膝带不适 而不能上场打球了 在场边看看天皇打球 下场紧紧球 成为皇后在网球场上 最大的乐趣 福东都是昨天迈子 成为 seizure 皇室与平民 飞刀 是十岁就算 然后给 yo 冀火 十岁就搭替 bright 当名人以昭和天皇使节的身份游走于西方大国时 这位皇太子就一直始之不渝地探索 战后作为一国象征的天皇该如何行事 当时这位皇太子曾对自己的恩师 经济学家小泉姓三吐露姓生 从出生到长大成人 自己始终不安逝世 唯恐欠罚提寻他人之情怀 但愿有一位善且仁义的女性能够助她一臂之旅 1959年4月10日 日本皇室首次迎来了一位既非皇族亦非华族出身的平民皇妃 在抚养子女的问题上 将陛下一开皇室先河 坚持亲自抚养本营由他人代养的下一代 迷人天皇三岁时被暴离父母身边 她表示更希望自己的孩子经历同一遭遇 美智子陛下成为两千多年来 日本皇室第一个侮辱喂养自己孩子的皇后 皇宫秘所里还专门匹出一间厨房 供美智子陛下使用 她亲自下厨调制儿童便当 赤子女公殿下和长女激公殿下也是由两陛下亲手抚养长大的 为开创事以时代所需的皇室新疯 二人从自身家庭出发进行了不懈尝试 天皇是日本国家的象征 在民间很受尊敬 美国人是一边爱国一边骂政府 而在日本则是一边骂政府一边向天皇致敬表示爱国 除了延续皇室香火天皇最主要的事情就是出席各种礼仪性的活动 每天迎来送网和衣食住行都由多达一千五百多人的宫内厅负责 天皇无需工作更没有生存压力 接见大使签署任命颁发勋章宴请外国来访的元首主持祭祀活动 这些看起来更具有象征意义的日常工作 天皇都兴致勃勃的参加 这里是日本皇宫内的宫中三殿 通常日本皇家的祭祀活动宫中祭典都在这里举行 宫中祭典意在保佑国泰民安自古元席至今 基于宪法政教分裂的原则 现在宫中祭典被视为天皇的个人行为 天皇陛下每年在这里举行大约三十场祭祀仪式 其中最重要的祭祀活动是每年的十一月二十三日的新肠祭 天皇必须身穿古装 拿着当年收获的大米奉献给神 这项祭祀活动从清晨一直到深夜 皇宫中还保留着日本传统的农业习俗 天皇陛下每年也会坚持插拨水稻 新肠祭祀呈献给列祖列宗的公民就出产自这里 而皇后陛下则坚持养禅 一所附近开辟有一大片桑田 皇后陛下就在这里种植了很多桑树 按照君主立宪原则 天皇只是象征性的国家元首 因此天皇及其家族不能主持国内政治 不能对国内政治指手画脚 其实日本皇族所受到的宪制更为彻底 不仅在公开场合不能评论国内政治 按照规定的路线去指定的地方参加预定的活动 会见预定的人物 按照规定说一些需要说的话 脸上还要露出皇家的微笑 一贯己言慎行的名人 从来没有因为自己的言行给日本政府带来内政或外交上的麻烦 即便身体偶有不适 也会努力参加各种礼仪性的活动 尽量满足社会需求 下集会来关注从战争到和平 日本两代天皇的角色 十破天经的元色剑 前进世纪终极匹配 中风康米斯为你堪天辟地 自创要马英龙 龙来了 要带给您龙腾苦悦的经历 龙途大战的雄心 大吉大利的前景 和吉祥如意的平安 龙与凤一起发功 释放吉祥能量 凤凰卫士恭祝您 龙年大发龙威 大战龙途 历人天皇在位期间发动的侵略战争 一直是名人天皇的负资产 侵略过战争的日本人 对于天皇都有过从崇拜到幻灭 甚至愤恨的过程 如何处理战争遗留下的问题 一直是名人担任天皇以来面临的最大考验 如果对战争的谴责不够深刻 会遭到左翼和战争受害者的不满 但如果谴责过于深刻 又怕被右翼攻击 面对战争问题 名人天皇曾经表示 最大的担心是过去的历史将会被逐步的遗忘 但是在去年二战胜利新年日 也是日本中战纪念日 名人天皇的致辞既没有道歉 也没有提及战争责任 而当时的财务大臣野田家宴强调 假计战犯不是战争罪犯 让外界强烈感受到 在期盼和平的表面之下 名人天皇想彻底放下战争这个历史包袱 并非意识 私がむしろ心配なのは 次第に過去の歴史が忘れられていくのではないかということです 第一次世界大戦のウェルダンの古戦場を訪れ 戦場の悲惨な光景に接して 平和の大切さを肝に命じられた昭和天皇にとって 真に不本意な歴史であったのではないかと指しております 1945年8月15日 昭和天皇宣読了中战教書 这場战争導致300余万日本国民命负皇权 战争終結那年 名人陛下年僅11歳 从疏散地日光回到東京时 触目所及乃是焦土遍野 私は戦争のない時を知らないで育ちました この戦争により それぞれの祖国のために戦った軍人 戦争の及んだ地域に住んでいた数 知れない人々の命が失われました 哀悼の気持ち切なるものがあります 早在1960年 名人出席广岛原子弾轟炸日的記念活動 在活動現場发表了和平誓言 この慰露石の前に望み 考慮切なるものがあります ここに各律頭の意を表するとともに 今後他たちこのようなことのないよう 世界の平和を念願してやみません 像战争亡灵默哀的天皇陛下 此刻最大的心結 那就是冲繩 一個意志 令他果足不全的地方 太平战争末期 唯一一場 或使日本平民捲入的地面战 在冲繩这片土地上 轟轟烈烈的展開 二十万条性命化为战争牺牲品 对皇室涌起的复杂情感 从此在倒民心中深深扎下根 为了冲繩之行 明人天皇阅读了大量 有关冲繩的书籍资料 充分了解冲繩的文化 歷史 以及战争的点点滴滴 1975年 明人天皇和皇后的首次冲繩之行 终于敲定 在冲繩县内 赞成派和反对派 形成激烈的对峙局面 その时期当时 沖几岩城市 obe��産 bears 白兵 青年 就终于 辩ent 天皇陛が 快速 又有意识 面对出发前的巨大变数和种种提醒 明人对身边的人坚定的说 无论发生什么情况 他的甘愿成熟 1975年7月17日 此时距离战争结束已经30年 明人间皇及皇后终于踏上了充臣的土地 他们禁止来到山丹塔 祭殿会向一学徒动员号召而牺牲的女学生 并向塔杯献花 正当二人刚刚开始聆听山丹同窗会会长的讲解时 反对此次循述活动的年轻激进分子 登出了燃烧瓶 刹那间一团火炬在眼前腾空升起 事发当时 二人紧紧凝视着熊熊燃烧的烈火 坚持留在现场 没有离开 当晚 明人天皇委托侍从 转达了他的冲神献名的记忆 私たちは沖縄の苦難の歴史を追い 沖縄戦における県民の傷跡を深く変えり見 平和への願いを未来につなげ 友々に力を合わせて努力していきたいと思います 現れた多くの尊い犠牲は 一時の行為や言葉によって贖えるものではなく 人々が長い年月をかけて これを記憶し 一人一人深い内省の位置にあって この地に心を寄せ続けていくことを置いて考えられません 這以後 名人天皇及皇后先後七次重返重生 1926年25歳的玉人登基時 天皇拥有神聖的絕對權利 五年後日本展開清华战争 便是以天皇的名義進行的 美国学者比克斯在其普利策講著作 《日人天皇与清华战争》一書当中指出 日人在战争時是一個野心勃勃的軍事領導者 無論是1931年侵占中国東北 还是1941年偷襲珍珠港 軍方做重要決定之前都要向他汇报 即使是在战争晚期 他仍不惜牺牲数百万计的臣民生命顽抗 直至前苏联向日本宣战 以及美国投下两颗原子弹之後 才無奈投降 事實上中國前苏联和英國等都把裕人列為頭號戰犯 歷史學家普遍認為 裕人逃過受審 是因為當時的美軍太平洋戰區總司令麦克阿瑟極力保護 麦克阿瑟看中裕人對日本政府以及民眾的影響力 決定借助其威望穩定日本局勢 防止共產主義在東亞蔓延 1947年日本實施新憲法 天皇從最高統治者變成了國家象征 日本的戰爭責任也被推給一小撮軍國主義者 失去實權的日本天皇 僅僅保留著崇高的地位 下集會來看看名人天皇平民化的日常生活 人生若是舞台 衣櫃就是後台 歐派整體衣櫃 有家有愛有歐派 二戰以後日本皇室已經被拉下神壇 名人天皇開始走平民化的道路 1957年他通過打網球和正田美智子相識並相戀 最終排除一切干擾與其成婚 使日本皇室首開與平民通婚的先例 這一舉動為名人獲得了開明清明的讚譽 嫁入皇室的美智子並沒有成為龍中鳥 而是給皇宫的居景生活帶去了現代風氣 從六七十年代的民以群到親力親為撫养孩子 都無形中拉近了皇室與民眾的距離 性情平和的名人天皇 焰於時間 最新於生物學 曾經鬧過將外來魚種引進日本 給日本的水產帶來公害的笑話 在私生活上 天皇夫婦感情和睦 也沒有發生過什麼緋聞 作為一名現代君主 名媛天皇也算是終規終局 2009年4月10日 日本天皇名人和皇后美智子 迎來他們結婚50周年紀念日 相如以沫走過50年 天皇夫婦的親民形象深入人心 吸引大批民眾在皇宫外排隊簽名 送上給他們的金婚祝福 2011年3月11日 日本發生史無前例的大地震和海嘯 16日下午 日本天皇對全體國民發布講話 對死難者表示哀悼和慰問 並希望災民可以團結起來 重新建設家園 被災した人々が決して希望捨てることなく これからも長く心を寄せ 被災者と共にそれぞれの地域の復興の道のりを 見守り続けていくこと これより願っています 據日本宮内金介紹 這次名人天皇首次在國家遭遇自然災害後 發表全國電視講話 1995年板神大地震時 名人天皇就是以書面形式 發表了告國民書 這次的電視講話 無疑深深地鼓舞了 深處危難中的日本民眾 之後名人天皇和美日子皇后 多次深入災區 向緊急部門人員 查詢救災的最新情況 向災區鞠躬 清零災區避難所看望災民 與災民交談 詳細詢問災民的安置情況 並為他們打氣 對於日本這樣一個多地震國家 日本天皇在災難面前 與國民携手並鏡的精神象征 在名人天皇繼位的第二年 就得以充分展現 1991年6月3日 長崎縣境內的雲仙普仙月 爆發大規模的火山噴發 導致43人死亡 最多時超過1萬人 被迫擠在避難所裡艰難度日 不少人甚至已無家可歸 不安和難以排遣的憤怒情緒 在避難所中日趨高漲 名人天皇和皇后 希望能盡快趕赴災區安撫災民 前往危險尚存的災區巡視 幾乎是史無前例的舉動 這是長崎縣和宮內廳之間的往來文件 名人天皇同時表示 此番巡視絕不能妨礙 救災工作的順利進行 最后研究決定 綏行人員限定在宮內廳長官 市從長等10名以內 交通工具使用長崎縣長的公務車 東京不予配車 午餐吃即時咖喱飯即可 全是日程中盡可能多的 安排了與災民的會面時間 緊張的日程精確到已分計算 總共需訪問七处避難所和臨時住宅區 距離大規模噴發37天之後的7月10日 新皇后皇后兩人與其他旅客一同 乘坐普通科技費地長崎縣 這天雲仙普賢月再次迫發 既然處於危情之下 中午12點半 二人抵達災民臨時避難的體育館 抵達一分鐘後 發生了一桩始料未及的事情 首先是天皇陛下 緊蹲著又是皇后陛下 居然屈膝跪到地板上 二人盡量做到與災民保持同一世界水平 皇后陛下認真輕輕地在你們的敘述 感受著在你們避難生活的艱辛 為了 合烈hos Aud生身 四人 成造 由 二人在其他避难所同样坐在地板上 以超出预定的时间带心灵清灾民的亲自 这以后只要发生大规模灾难 二人便尽可能以最快的速度奔赴灾区 灾后重建工作开始后 二人重访灾区鼓励灾民 顽强生活下去 为缩短皇室与国民之间的距离 天皇皇后两位陛下在宫里掀起新一轮风潮 他们邀请志愿者进宫打扫皇宫庭院 二人尽可能创造机会 与从全国各地召集起来的国民进行面对面的交流 每一次天皇和皇后陛下都会对志愿小组的日常情况 一起详细了解 尽量和志愿小组的每一个人都简单地聊上自己的家常 而为了解社会上的最新动态 二人还经常在宫里交代各业界的前卫人士 汇测势力的这些交流内容被二人充分活用到日常公务中 随着名人天皇逐步步入高龄 为了让他不被过多的国事所累 十年前宫内厅就制定了一个三十天定律 想面见天皇的客人必须提前三十天预约 以方便宫内厅安排天皇的日程 这个定律在名义上是为了不让天皇过度劳累 但实际上天皇夫妇在一年当中参加的所有公务活动 将近七百次 平均每天就有两次 这个数字已经是已故的御人天皇 同年临时参加公务活动的2.3倍 对于名人天皇而言 在古期之年还要参加这些繁重的礼仪性活动 的确有些吃力 就在一个月前的12月13号 天皇78岁生日时 曾经称自己身体不适而取消了例行记者会 外界在关注名人天皇身体的同时 也高度关注日本皇位的继承问题 欧派家居集团特约之今日看世界 由欧派家居集团赞助播出 有家 有爱 有欧派 目前困扰名人最大的问题就是天皇的继承人 日本天皇的一大职责是繁衍后代既往开来 而皇太子得人与太子妃雅子只有一个女孩 让皇位继承成为难题 按照现行的日本皇室典范 皇族中的女子与平民结婚之后 就要放弃皇族身份 日本政府目前正在考虑修改皇室典范 从下个月开始征求专家的意见 对此日本朝野有不小的反弹 有人认为 让皇室的女性结婚之后还保持皇族身份 会使女性成员不断增加 甚至超过男性数量 最终导致皇室父系传统瓦解 还有一些保守派的人士担心 修改皇室典范的最终目标 就是要让皇太子的女儿艾子成为未来天皇的接班人 这是绝对不能容许的 然而在之前日本HK所发表的民调当中 大约有77%的日本民众都赞成 女性继承皇位 表示反对的有14% 但不管怎样 日本皇室是否后继有人不仅关乎皇族 更涉及到以天皇为忠心的国家体系 接着下来为您播出 区江楼贯文明启示录 让广告 关注 职位 请开启示录